- 欢迎回到我频道- 今天呢是我们的昆虫系列 - 诶,是什么昆虫呢? - 自己觉得很可爱哦 - 来,登登登登 - 是谁呢? - 当然是小瓢虫啦 - 对,很可爱对不对? - 而且呢,它不难,但是呢,你有发现 - 哎呦,它的花色蛮多的 - 而且重点是后面哦 - 后面这个呢,它其实是一个爱心 - 爱心的球 - 所以呢,我们要用到的材料会比较多一点 - 来,看完之后呢,我们来解析一下 - 第一个,就是它的角的位置 - 角的位置是一条 - 然后呢,眼睛第二条 - 然后触角第三 - 然后呢,跟后面的壳 - 第四 - 所以呢,我们要准备的一定是要这种爱心球 - 好,好,那我们先 - 开始的时候呢,我们会先从它的脚开始做 - 脚的基底出来之后呢,要做就会很方便 - 那我会建议你,如果说你有黑色的话呢 - 用黑色会更像 - 只不过是我黑色太久没用,然后都坏掉了 - 其实所有气球里面,黑色是最容易坏的 - 好,所以呢,我们先用 - 哎呀,好像没有深色系了 - 来,我们用紫色的好了 - 来,刚开始的时候呢,大概 - 像这个不需要说几公分 - 因为后面都会剪掉 - 只要你够用就好 - 所以呢,我大概拿个三项 - 好,OK - 好,那刚开始的时候呢,我们会先做它的嘴 - 嘴巴会比较大一点 - 所以呢 - 来,我会做一个 - 比较大的椭圆 - 好,然后这个椭圆呢,我们要打耳结 - 所以呢,我们左右两边要拉起来 - 左右两边拉起来,然后呢 - 用你的钻 - 好,用你的钻 - 哎呦 - 越大真的越不好钻 - 好,转完之后呢,如果可以的话 - 你再把这个头呢,塞到中间去 - 好,塞到中间 - 就等于是打一个结在这边 - 那基本上这个耳结呢,就跑不掉 - 跑不掉了 - 好,这是它的嘴巴哦 - 好,在它嘴巴之后呢 - 我们做两个前角 - 就是两个小耳结 - 这部分呢,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- 好,给你看一下 - 做两个小耳结 - 它的嘴巴 - 嘴巴 - 然后两个小耳结 - 好,那两个小耳结之后呢 - 我们再做两个小圆球 - 当它的后角 - 那这个小圆球呢 - 我们就绕到中间里去就好了 - 好,所以就是长这个样子 - 大耳结,小耳结 - 然后两个小圆球 - 好,好 - 然后 - 剩下的呢 - 气就可以把它放掉 - 我这里就不剪掉了 - 因为到时候还是会流过来 - 来,把它放气 - 好,成这个状态 - 来,接下来呢 - 就是我们的背 - 我们的背先让它上去 - 好,爱心 - 我们先把它打 - 打到撑 - 好,打到撑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两个爱心的 - 这两边 - 把它蹭出来 - 好,撑完之后呢 - 我们再把它放气 - 放到我们的小圆子 - 哎呦 - 再来 - 再来 - 好 - 下面这一块我们不需要这么涂 - 所以呢,我们就尽量呢 - 把下面这一块捏掉 - 但是上面这两块呢 - 不要让它刨掉 - 好 - 大概是这样子 - OK - 有点弧形就可以了 - 不要太尖 - 好 - 这就是我们要的 - 要的 - 壳 - 好 - 好 - 然后呢 - 这个呢 - 它会 - 它打结呢 - 就会打结在这个中心尖上 - 把它绕到这个中心尖上 - 好 - 好 - 绕上去了,对不对 - 那 - 这一条呢 - 它会从前面 - 拉到后面去 - 绑在 - 这边 - 好 - 来哦 - 然后最好是平整一点 - 平 - 平整的话比较好看 - 这样子 - 平整一点 - 比较好看 - 然后把它绕到这边来 - 再做一个打结的动作 - 好 - 给你确认一下 - 从这里 - 然后慢慢拉 - 拉到后面来 - 然后在这边做打结 - 好 - 这部分没问题吧 - 好 - 接下来呢 - 我们就上眼睛 - 那眼睛的话呢 - 不要太大 - 我们要依照它的比例嘛 - 所以其实大概一下 - 就已经很够了 - 一下 - 好 - 拉远一点 - 打结 - 好 - 来 - 好 - 好 - 好 - 这时候呢 - 一颗球要分两颗球 - 来 - 不知道怎么分两颗球的 - 你回去看蜻蜓的那一段 - 蜻蜓的那一个影片 - 它这里有做非常详细的教学 - 来 - 分成两颗 - 对不对 - 记得不要放好 - 直接把它 - 从这边塞上来 - 塞到 - 这样 - 踏上去 - 踏上去 - 踏上去 - 来 - 示范给你看 - 懂意思吗 - 两个小圆球 - 从下面这样 - 踏上去 - 然后在上面做固定 - 好 - OK - 懂齁 - 懂意思齁 - 好 - 来 - 快结束啰 - 最后呢 - 我们给它 - 来 - 两个小触角 - 触角的话呢 - 我大概会抓整条气球的三分之二 - 好 - 先把它分三等份 - 三等份之后呢 - 我会从这边截掉 - 好 - 用这些 - 然后呢 - 打气打 - 一点点就好了 - 好 - 多少量呢 - 就是你两个触角要的量 - 所以大概是 - 我自己抓啦 - 你想要触角有多 - 多长就是多长 - 好 - 简单的讲就是 - 两个触角加起来的量 - 就是你要的量 - 好 - OK - 好 - 好 - 好 - 来 - 然后呢 - 这地方 - 来 - 我们把它分一半 - 最好平均一点 - 好 - 分完一半之后呢 - 来 - 怎么把它挤到这边来呢 - 很重要 - 就是 - 你把这个节点捏 - 使捏住不放 - 然后 - 一直把它往上挤 - 往上挤 - 往上挤 - 然后挤到这边的时候 - 这一段空了 - 往前进 - 往前进 - 捏住 - 然后继续 - 往前 - 往前 - 对 - 然后呢 - 这样子 - 就会 - 把它拉到 - 最上面了 - 好 - 有没有 - 然后最后呢 - 你比较一下 - 这边是不是比较小 - 左边呢 - 再 - 压一下 - 气球跑过去了 - 压到你觉得 - 刚好适合的 - 大小的时候呢 - 你在中间的位置 - 来 - 再把它 - 打一个节 - 好 - 这样子它就 - 两边的气就跑不过来 - 对不对 - 好 - 这边留得有点长 - 把它再尖短一点 - 好 - 然后记得把中间这一个位置呢 - 一样 - 从底下 - 好 - 从底下塞上去 - 然后塞上去的时候呢 - 建议它会在眼睛的正后方 - 所以你调整一下位置 - 在眼睛的正后方 - OK - 好 - 基本上 - 制作的地方 - 大致上完成了 - 好 - 那当然 - 画龙要点睛啦 - 画瓢虫也要 - 看它眼睛对不对 - 其实有一个非常适合的东西 - 哈哈 - 圆形标签 - 有没有 - 好 - 找到适合大小圆形标签呢 - 然后你把它贴在 - 诶 - 眼睛的部分 - 你就贴眼睛 - 对不对 - 当然没有的话 - 自己画也是可以的 - 眼睛就出来了 - 有没有 - 好 - 好 - 好 - 那后面瓢虫不是有很多小圆熊吗 - 哎呦 - 眼睛直接贴就好了 - 好 - 你爱怎么贴就怎么贴 -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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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